在那边 少先生 我手好累 你帮我抱抱孩子吧 他可爱吗 可爱 是你儿子吗 秋双姑娘 你别笑我 其实我小的我配不上花花 但是我心里就是放不下她 我一直梦想着如果有一天 她也能给我生个儿子 我死都瞑目了 那你就把她当成 你跟大小姐的孩子吧 我把她借给你 好啊 宝威 宝威 你妈妈不要你了 你现在是我的儿子了 宝威 你看 他笑了 这孩子可真怪啊 我要是能有这么漂亮的儿子 我死都甘心 好 宝威 走 叔叔带你回家了 走 哦 傻子都看得出来大小姐是敷衍她 她还真以为就要当驸马爷了 金虎 你不要乱说话 这年头啊 见骨头真多 这年头啊 见骨头真多 出事了 陈经理被抓起来了 为什么呀 日本人在办公室里 说要找负责人 可是我们联络不上大少爷 快快快 你帮我抱会儿宝贝 帮我看着她 我要找你们长官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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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为什么要把她绑起来 嗯 嗨 忠田先生说了 她的嘴巴实在太太 太坏了 必须得封起来 这里是租界 你们不能胡来 姑娘 那租界这话对你们管用 对皇军是没用的 你们想干什么 仲天先生说 他想知道您是什么人 做得了这儿的嘱骂 我是这儿的副理 做不了这儿的主 能做主的人被你们绑起来 所以你们要谈条件 请先把他放吧 仲天先生说 放了他可以 可是他要是说话再不礼嘛 那直接拉出去枪毙 皇陈 秋双姑娘 还要放开他吗 等一下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秋双姑娘 这么跟你讲吧 皇军呢 想征用你们永夜兴公司的码头 永夜兴的码头 不能租给日本人 哎呀 姑娘 其实皇军说是征用 那就是 你不见 也得见 我们的码头 已经租给英商医和洋行 如果你们想谈条件的话 也得跟他们谈 也得跟他们谈 嗯 秋双姑娘 仲天先生知道 你们把你们的 码头租给了英国人 他想让你们的负责人费先生 去和英国人解除合约 把码头让出来给皇军用 嗯 我只能转达你们的意思 哦 嗯 嗨 秋双姑娘 谢谢你 那个 明天我们等你的回音 好的 请告诉他 我没有跟人握手的习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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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先生说了 秋双姑娘 是她在中国碰到的 第一个拒绝跟她握手的女人 她很敬重你哦 你告诉她 如果她再讲一点道理的话 我也会尊重她的 哎 哎 你告诉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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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日本鬼子 真是 他说这租界丝毫无犯 纯粹是放屁 小什么鬼子 黄千瘦 小声一点 大少爷呢 大少爷 今天没来过 大少爷 先生在书房等你 哦 好 废哥哥 冯青 我本来约了同学去大世界玩 知道你要来我就不去了 那多可惜啊 去大世界玩 可比跟我在一起好玩多了 人家觉得你比较好玩嘛 好 嘿嘿 楊叔 大少爷到了 啊 大少爷来了 先生正在等你 好 楊叔 哎 姑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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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先出去 这是什么 这是洪世四汇送来的收据 是为了感谢姑爹你 你知不知道这两车鸦片是多少钱呢 你知不知道 姑爹 这点钱对您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算不了什么 那是我的钱不是你的钱 你们有权利把我的钱捐出去 顾爹 这是抗日 这是救灾救灭 国家现在有难 只要是中国人 就给有钱的出钱有利的出力 再说了 我觉得不比您少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大道理 你答应帮我做最后一笔生意 结果连老本都赔进去 你是故意整我呀 你还叫赵小姐告诉我 说我如果敢动秋双一根寒毛 你就要搞垮我 是不是 好啊 你去搞啊 为了个女人你想造反啊你 你要搞清楚 没有我陆靖恒 你废哥 走出去算什么东西 顾爹 您说我走出去算什么东西 指的哪条路 如果您指的是黑道路 我倒真不在乎那帮流氓怎么看啊 我倒希望他们离我远于而来 我现在只想堂堂张张地做一个生意人 顾爹您以前说过 只要我们沾了黑 就别再想变白 你也看到了吗 我现在就是白的 而且我还要一直白下去 好 很好 也许你是对的 咱们俩 可以谈别的事了 咱们俩 你也想说什么 好了好了 还是我来说吧 废哥 其实你顾爹可以不追究你擅自做主捐他的鸦片 也可以不追究他帮你还给银行那六十万银元 但是得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 小华和陆铭结婚那天 你同时和凤卿结婚 让咱们费家双喜临门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姑妈 我一直把凤卿当妹妹 就像我对待费华一样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娶她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欢迎讲究的是门当户对 凤卿姑娘才是你该选择的 秋双那个乡下女人 并不适合你 对不起姑妈 我不能答应你 你 你 费哥 你不答应 我不勉强 两车鸦片一共是一百二十万银元 再加上 我帮你还银行的六十万 一共一百八十万 我给你一个礼拜 只要你在一个礼拜之内 把钱还给我 你可以不娶凤卿 但如果还不了钱又不想娶凤卿 我就要求双的命 哎呀好了好了别这么说 好好地一桩喜事 何必搞得血淋淋的 费哥 别离你姑爹 咱们出去说好吗 你姑爹这个人小吉是出了名的 你说你造成了有生以来 她最大的损失 她能原谅你 条件只是要你娶凤卿 这已经是对你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了 姑妈 这个条件我真不能答应你 而且她还威胁我 不管你姑爹威胁你也好 对你让步也好 她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你好 你想过没有 你要是娶了凤卿这么好的姑娘 有财有势名利双收 这是人家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你说为什么连小华都反对 你跟秋双来往呢 你想清楚了 为了一个跟别的男人 生过孩子的乡下女人 你把自己搞得重叛清零 名誉扫地 你划算不划算啊 姑妈 不管你怎么说秋双 我对秋双就是有一份 割舍不了的感情 别再说了 从没有 够夜 你也想的 我从来没有和哪个女人认真过 那个时候我也不懂 campaign 什么是什么感情 那 Quem Delta 你就多เถ短 这样吧 每天之间在一起 男女 谁少了谁日子 还不是照样过 我 不过 当我这样 是까요 から 我 för挂扫你 才需要 我 Lazعة 第六者 encing 王 Rash 我们不能快 那 Turn 是She 姑妈 您要真的为我好 就应该帮帮我 不应该强迫我离开秋双 姑妈 您能帮我吗 你别抱幻想了 我不可能帮你 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我明确地告诉你 如果你再执迷不悟 非要娶秋双这个女人 那你就给我滚出废公馆 我不认你这个侄儿 我还会 我还会把你从废家的族坡里除名 听见了没有 姑妈 你以前说过 我和小魏是你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我只是没有娶一个你喜欢的人 你为什么非要这么逼我呢 因为你不听话 因为你没出息 费家不要没出息的子孙 好好回去想想吧 等等 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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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里明白 你蝴蝶正要动秋双 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 凤卿 你怎么在这儿 凤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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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婆 有没有我的电话 你已经问了三十次了 没有 阿婆 如果有 小德小德小德了 会叫你的 会叫的 谢谢阿婆 喂 你好 我找一下少斌 好 你等一下 阿婆 是我电话吗 快接吧 好 喂 花花 是我 小妹 你干吗去啦 公司里头有点事 走了啊 阿婆 有没有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少爷 阿英嫂 大少爷 这里住的还习惯吗 挺好的 我喜欢住这里 谢谢大少爷 大少爷 秋双 你去忙吧 对了 阿英嫂 宝贝在楼上呢 我担心她待会会闹 帮我看着点她 好的 谢谢 进去坐吧 好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想跟你说说永叶星的事情 你说吧 日本人想坐用永叶星的码头 他想都别想 你知道这件事情了 我去过工厂了 陈叔告诉我了 那个叫中田的日本人 说他还会来的 让他来吧 你放心 日本人现在还没有对英法正式宣战 在租界里 他们也就只会吓唬吓唬人 不会来真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你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你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你喝酒了 是 喝了一点 我帮你倒杯茶吧 九双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你能不能搬到废公馆来 你说什么 我想让你搬到废公馆 我怕你不安全 大少爷 我在这里很好 有阿姨嫂陪我 很安全的 而且这条街 也是法租界最安全的一条街了 我是说国内现在在打仗 很多事情都说不准的 万一哪天炸弹要是落到这个房子里 怎么办 你想太多了 我说句话 你不要不爱听了 炸弹如果会炸在这里 也就有可能 炸在废公馆的屋顶上了 要说安全的话 那只能住防空洞了 九双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废公馆人多 这里人少 好 我一坏人闯进来 以后有个人保护你 大少爷 你的意思 是不是有人想害我 没有 我只是担心你 大少爷 大少爷 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 九叔 我们结婚好不好 九叔 九叔 等你成了我飞鸽的老婆 就没有人敢对你不利了 我也好全心全意地保护你 你放心 我会真心对你的 我知道 九叔 您说过再也不嫁人了 可现在是非常事情 我们要非常对的 你嫁给我 好不好 九叔 喂 你好 花花到现在都还没有来 她到现在都还没有来 少先生 你喝酒了 我打电话到废公馆去 那个女总管她骂我 凭什么骂我呀 我跟花花已经在美国订婚了 我是她的未婚夫 这样吧 少先生 你在那等我一下 我这酒过来 你别再喝了 怎么了 大少爷 我有点事 现在要出去一下 能静一下你的车吗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 你喝了酒 先在大小姐屋里休息一下吧 我很快就会回 在想什么呢 阿明 你跟我在一起感觉幸福吗 和你在一起 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如果发生了一件事 会影响到你和我的幸福 你会怎么做 我会不顾一切 不让她阻止我们的幸福 就算不择手段也做 是 阿明 嗯 带我去个地方 好 我先下去见个朋友 要我陪你去吗 我拿点钱给她 你去了人家会不好意思的 放心吧 是个女的 好 不用跟着我了 我很快回来 知道了 来 冰满上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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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 我从太阳没有下山 就一直等你 我以为你都不来了 我心里难过嘛 所以我就喝酒 花花 你不要回去了好不好 你不要再回去了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啊 你都忘了吗 我们以前在美国的时候 我们当时说的那些话 你不是说回了八万十以后 就跟我回美国登记结婚吗 花花我爱你 花花 你再也不要回去了 花花 我要跟你永远在一起 好不好 你不要走了 我要你跟我回美国去 我要你跟我回去 花花 啊 好吧 好吧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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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花花 我见到你太好了 花花 花 花花 我爱你 花花 我爱你 花花 你 那我爱你 你 好像是大小姐 大小姐怎么可能在那个地方 你肯定是看错了 不会的 你这两天累坏了 肯定是眼花了 你别胡说 肯定是累坏了 小姐怎么可能在这儿呢 你肯定看错了 怎么可能是小姐 你肯定是小姐 我出事了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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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肯定是吗 是你肯定是小姐 救命 我就觉得男女之间在一起 谁少了谁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可是我现在对秋霜的感情不一样 我要是没了秋霜 我的日子就过不下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姑妈 你要真的为我好 你就应该帮我 不应该强迫我离开秋霜 三妈 别难过 凤卿 有三妈在 三妈 三妈 不要强迫飞哥哥 不要因为他喜欢秋霜 就不认他 我也是说说而已 飞哥这个人不知好歹欠教训 放心吧 三妈自有三妈的安排 秋霜挺好的 我要是男人 我也会喜欢他 我也会喜欢他 喂 两位 什么 什么 什么时候发生的 给我订警店 有情况 马上通知我 你一下 你ger 九少死了 是你叫人做的 这个女人不死 费哥的脑子不会清晰 你有没有想过 这么做会把费哥逼上绝路的 是你了解费哥 还是我了解费哥 我告诉你 只要秋双活着 费哥就永远不会去凤卿 凤卿 三妈 这就是你说的自有安排 你不敢因为我喜欢费哥哥 就把费哥喜欢的人给杀了呀 这样一辈子 我的心都不会安的 就算费哥会娶我 我也不会嫁给他 凤卿啊 你不要激动 你听三妈把话说完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三妈这么做 也是为了陆家和费家 两个家族的利益 香火传承 讲究的是门当户对 我绝不允许我的亲侄儿 娶一个乡下女人进门 三妈 不管为了什么 我们都不能害人性命啊 你 喂 哦 嗯 嗯 好的 好的好的 晓得了 你派过去的是什么饭桶啊 怎么了 什么意思 杀错人了 秋双没死 死的是另外一个叫阿英嫂的女佣 阿英 凤卿啊 你去睡吧 阿英咱真可怜 关她什么事 你不要再搞了 弄死秋双 不一定解决得了问题 云不方不是傻子 真要跟咱们作对 也是个麻烦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花花 你 你还爱我呢 当然爱 你以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这样吧 我一回去就跟姑妈说 把这门亲事取消了 我嫁给你 你不要再回去的好不好 你不要再回去的 你知道我又多爱你吗 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花花 花花 花花你不要走 花花 跟我回美国去好吗 花花 你不要走 不要走 花花 你知道我又多爱你吗 花花 花花你不要走 不要走 phải 花花 不要 咱们 爱你 不要乖了 我不想害你了 我一点都不希望你死 你为什么要回来 为什么要回来 你不回来 我说什么事都没有了 我不甘心 少先生 你不甘心脑子就会打劫 这样只会苦了自己 秋双姑娘 如果我要是不走 真的会死在这里吗 少先生 大小姐只是一时冲动 并不想害你 你相信我 真正想害你的人不是他 废华他们家 在上海到底是做什么的 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少先生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想法跟你一样 可是时间长了 我渐渐明白 这里是上海滩 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奇怪 而且现在在打仗 我们更应该学会保护自己 我这么有想到 华华会这么崛起 秋双姑娘 你好像什么都懂 我书读得不少 可是好像什么都看不透 少先生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只是看见过一些糟糕的事情 看见有的人 就是因为不甘心 所以丢了性命 如果这样不值得 秋双姑娘 你救了我的命 谢谢你 事情都过去了 就别再提了 到了美国以后好好读书 只有自己强了 日子过好了 才是真的 对了 这个给你 不不不 秋双姑娘 你已经帮了我太多了 真的不能再拿你的钱了 你别跟我争了 这个钱是给你凑学费用的 我小时候没读过书 你有机会的 所以要珍惜 拿着 谢谢 少先生 不要再怪大小姐了 每个人 每个阶段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我怎么可能不怪他 他跟我同居两年 他回上海的时候跟我说 最多不超过半年 就会回美国跟我结婚 我在美国一直等不到他 才来上海找他 可是 他说他要跟别人结婚 换做你 你不怪吗 我不怪 如果没有希望 就不要去怪 我不做没有希望的事情 那你会怎么做 离开他 让他不要影响我的生活 难道 难道 你不会痛苦吗 痛苦 当然会痛苦 我曾经失去了一切 那时候 我就感觉好像 天已经塌下来 我什么都没有 只是想死 可是当我醒过来 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 就默默地跟自己说 既然活着 既然活下来了 既然活下来了 就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坚强地活着 为了自己也活着 秋双姑娘 你是个好姑娘 大少爷 大少爷 我觉得 凶手的目标不是阿英嫂 阿英嫂 只是个替死鬼 那你觉得应该是谁 这个 我想大少爷 心里应该有数 秋双 大少爷 把孩子给我吧 你都累了一夜了 你为什么要抱他 这是秋双的孩子 你不是一直讨厌他吗 你抱他干吗 我告诉你 以后你要再敢 把废公馆里的事情 告诉姑妈去 就给我滚出废公馆 秋双 秋双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儿了 您先别着急 怎么了 怎么 怎么